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 我是李岸杰 一起跟大家跟障一下隔晚美股的表现 美股是上升的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更加创了收市的新高 此长预期希腊和债权人可以达成协议 避免债务违约 支持美股向上 另外企业併救的消息 都有利市场的气氛 标普的能源板块是升了1% 是表现最好的板块 美国上个月的二手楼销售 按月升了5.1% 以年率计达到535万间 创了五年半以来的新高 数据都利好了房屋建筑类的股份上升 导致重上18000点 升了103点 收报在1811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了收市新高升36点 报5153点 标普500指数是升12点 报2122点 接着看美国买卖的港股月托证券 ADR和本港收市价比较 造价是个别发展 汇控折合港元是跌了0.08港元 是报73.37 中移动是跌0.02港元 报101.48 中海游是靠稳报11.1 中石化就是偏缘的 报6.59 中联通是升超过1% 报12.26 中人寿是靠稳 是报34.6 中石游是靠稳 报8.75 欧洲主要的股市是做好的 希腊债权的谈判除得进展 刺激股市上升 希腊股市更加大升9% 希腊的银行股显著上升 西班牙股市全日升超过3% 德国的DEX指数升420点 升3.8% 收报11460点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15点 报6825点 巴黎Cat指数升183点 报4998点 商品价格方面 恩怨油期货在补仓盘的大动之下 收市报每桶59.68 升了0.07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游早段曾经下跌接近1美元 之后回顺升了0.32美元 收报在63.34美元一桶 金价 金价就是下跌 希腊提加新的改革建议 增强了市场对于希腊和债权人达成协议的乐观预期 环球股市都上升 减少了对于黄金的避险需求 纽约期间收报1184.1美元 跌了17.8美元 跌幅达到1.5% 看会市方面 欧元兑美元是先升 先升后回顺 希腊提出的改革方案 比较正面 欧元的集团主席认为 有望在今个星期达成协议 欧元兑美元曾经触及1.14美元的水平 之后回落 保持乘幅上落 最新是在报1.1337的水平 美元兑港元7.7512 日元1.123.45 英镑1.5817 瑞士霍郎0.9222 加元1.2323 欧元0.7729 纽元0.6865 最后看美国国负债券的表现 10年期债息是2.39 30年期债息是3.18 外围情况看到这里 交给你了 希腊 谢谢Tracy 各位观众早晨 身边的嘉宾 今天有要财政协 现交部高级分析员 王瓦猴在这里的 Raffy早晨 早晨 先和你跟进港股方面 今早就继续有上升的情况 高开市15点 开报在27126点 暂时报在27124点的位置 升近50点上来 和你跟进外围方面的情况 刚才看到欧洲股市 美股方面 其实也有上升的情况 当然当中最主要的带动 可以归纳在希腊的债务问题上 希腊在限期前 提交一些新的建议 交了这些建议之后 看到欧元区的主席 反应都比较正面 再加上 如果要看美股方面 除了希腊的债务问题 暂时可以有舒缓的情况之外 都要说回本身的数据 5月份二手物业成交数据 急升超过5% 也创了6年的高位 都看到刺激股市的上升 这个星期来说 美股是否可以提高一线 当然 你说美股来计 昨晚又升到8点上来 杜子 最主要是刚才说 几个人数 一来就希腊 起码都看到新方案 暂时都比较适合 而二来计 美股方面自己本身的数据 也都看到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这样说 其实你说数据上的不错 其实以近期来说 反而很多时候 会令美股做得比较差 始终你说数据好 几意味着大家又对加息看法是比较快 自然又对股市做得比较差 但为何昨晚没有这个反应 一来始终昨晚的气氛真的比较好 所谓希腊事件都大过一切 变成稍稍加过数据好因素 而令美股都可以升上去 而二来虽然数据上是好 但大家都对上星期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果来说 个别的承议委员里面 都对加息好像不是太心急 这个所谓温和假派的看法 其实还是影响着市场 虽然无疑对市场来说 还有一定的推动力 而美股还可以做得比较好 因为特别是昨天的数据 其实的确是看不到不错 特别是楼市数据 因为始终一来二十楼方面 刚才说了 销售按年升5.1% 亦是09年11月来最快 亦比预期好 甚至当中的首次置比 亦创了一个209月来的高位 等等各样东西都显示着 大家入市买房的意欲 都迟在升温 当然这东西反映着前景比较乐观 亦目移对整个复苏性来看 其实有个推动 但这样说 这个数据虽然看到整个经济面慢慢好 但起码这东西再多一点 就不是完全加息的 所谓看的指标之一 如果美联储最主要有没有加息的 都是看就业和通胀 其实楼市等其他数据是要看 但不是他们考虑最主要的指标之一 所以变相昨天的数据好也好 另一因素不需要 令美股借势 因为加息因素之下有个劃活套 所以变相加上了 令到大家对美股的看法 其实还是偏强比较乐观 所以短期来说 当然你说这个星期里 有没有机会再做好 当然不排除 因为这一天都叫做翻翻万百关流上这关口 但当然留意几个因素 一来可以再说 譬如希腊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展 二来的就是美股的成交 因为美股这刻 无论反反复复 青青跌跌也好 其实都在高位走着 但譬如昨晚这样 升100点也好 但成交其实比较偏少 因此动力上也不够 这个星势我觉得大家都需要 是小心一点 除非突然间成交变大了 所以未来后市留意外围的事件 怎样发展之外 更加留意成交 究竟能不能够多分 才判断美股 究竟是升级一跌 谢谢Ravi和我们跟进美股方面的情况 我们稍后会继续跟进希腊方面 其实希腊的事件 刺激了美股 也刺激了欧洲股市 甚至乎港股昨天 在美段的时候 都抽升了 意思是说说希腊方面 或者是等等外围因素 都刺激了一些股市的上升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会继续跟进希腊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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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股